好,各位同學,各位朋友,我們今天來看一個畫面的變化 就是像這樣子 一個圓形的畫面的變化 基本上可能是做轉場,或者做一個開幕,或者做 你中間要一個編輯的方法,就會是這樣子 再看一邊,它大概就是這樣子 大概就是這樣,一個圓形的,其實它就是從邊框 一個圓的邊框,逐漸放大 然後這個地方也逐漸縮小 好,就是這樣子,看到沒有 好,那我們怎麼樣來做一個 這樣子的東西呢?我們直接做一個東西,這一次我們也更簡單,我們直接從 我們直接,我們之前都在教Gracimate 我們直接從Gracimate做 做完之後,檔案存起來,這個檔案就可以隨時隨地的運用 不一定要在這個裡面開 不一定要在short card裡面開,這兩個軟體的交互使用 這個也是我們使用open source裡面,其實 好處跟壞處也在這邊,壞處你可以說 換來換去,好處是不同的軟體,如果你都會使用 那就可以帶來一個 相乘的效果 好,那我們就先把它 從0開始做好不好 OK 就把它關掉 那首先呢,我們來把 Gracimate 弄出來 那幾個 觀念你基本上我們講過了,你還是得懂 第一個你要知道你的Video 的大小 所以這個地方是1920 乘以1080 這樣你才配合得出來嘛 第二個 我那個Video1秒 30幀,對不對 所以要改成30 這樣才會搭配得很好 然後這個3秒不用那麼長 我們改1秒就好 所以這個你要會 大小 幀數 這是1秒跑幾幀 然後這個地方是1秒OK 就跑出來,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地方30幀,其實就是30張 1秒 30張大小 好,那就會是這樣子 好,那首先呢 我們如果還沒做之前,我們也可以先處理這個東西 Stroke 就是先找個地方 這個是選取,先找任的地方 點一下,都不用管他,沒有選取的狀態,我們現在調整這個東西 邊框,Stroke邊框 Style 現在很大的,我們剛剛調整成12 就會是這樣子 好 然後這樣就好,一開始就是 就是這樣子,我們知道就好 好,然後我們就開始來畫 就是這樣,一個圓,對不對 一個圓 你在畫的時候呢,按Ctrl鍵 它就會變成一個正圓 四速度角拉,就會變成正圓 這個比較是我們想要的啦 就是這樣子 好 然後點它,我們希望中間是不要的嘛 好,fear 那個 就是填充,把它那個變成透明 這樣就好了 好,那我們希望一開始它在整個 正中間,對不對 我教你的很多技巧,如果你還不會看一下 怎麼樣把它放到正中間 這個object 有沒有看到align 我們要跟畫部對齊 這是畫部,畫部就是這一個,你看到這個 這個地方叫畫部 好,那怎麼對齊呢?也很簡單 我們教一個最簡單的 這個水平 正中間對齊 然後呢 垂直 垂直的正中間對齊 那它就是正中間了,對不對 好 那我們現在呢,看右下角這邊有個縮小 我們把畫面盡量縮小 因為等一下我們要弄得很大 對不對 好 那 那首先我們 來看一下大小的變化 那就開始囉 你選它對不對 注意喔,是按這個嘛 這個 你要知道你選有沒有選對呀 是按這個 基本上就會是這樣子 好 好 這個圖層 其實我這就算這一個 我也怎麼這麼講 就是 你要看得懂這一個 因為你選它了嘛 就是這裡 好 然後 我們要開始 紀錄了,對不對 紀錄就是開始變化的紀錄 已經在第1格了 如果沒有的話按這裡 讓它跳到第0格 紀錄好 然後呢,一樣 可以拉它 按Ctrl鍵 這樣它就會變好 一開始就是這麼小對不對 一開始我們在這邊 假設一開始在這邊 好,那我們現在選到26格 26格的時候呢 26格的時候把它放大 你大概不用管 也就是它就是一個 這樣變化的開始 可不可以 好 那我們現在呢 暫時停止紀錄來看一下 剛才我們做的東西 真的有變化了 對不對 那就好 然後我們現在呢 有變化了之後呢 還要來做什麼 這個 邊框 加大 整個變粗嘛 然後我們現在看一下 剛才這一個 你仔細看一下 Transform 就是那個大小的變化 你有沒有看到 在scale這個地方有兩個這個 我們就會知道 這個是keyframe 就是變動的點在這個地方 你稍微記一下 如果你就忘記在26格 記一下 26 然後我們現在要調的是 這一個 這個 這裡找到了嘛 往下調 這個 這個的本身 這個是整個的 整個的那個 全部 那 為什麼這麼講 這個是 一整個的全部 那這個是它的本身 它這個 它這個面積的本身 你看這個地上是可以變化大小 它這個是面積的本身 點它 你有沒有找到這個 這個 Stroke 有沒有 這個的本身 在它下面的這一個本身 有一個Stroke Stroke 對 好 你可以找到什麼 這個 寬度 有沒有 因為它 都是12個嘛 其實我們可以直接 如果 有學過的話 我們剛才在操作這個東西的時候 可以直接 直接在這個地上操作 就是說操作大小之外 也可以直接操作Stroke 如果你聽得懂的話 那因為它這個bug還沒有弄定 它這個Stroke好像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在 直接處理 那我們就來手動 這個也有教過 那順便你也練習教過手動 好那一樣我們先把它 放到0格 要開始記錄了 對不對 好 然後各位記得看著 要一定要點這邊 然後看到這條藍色的線 在這個藍特的線上 隨便找一個點 按右鍵 有沒有看到增加keyframe 它就會在這個地上 跟這一條線一致的 那它12就剛開始我們要的嘛 很好 12很好 那我們現在去拿到26格 看到沒有 26格 有沒有 是26格 一樣 一定要在這條線上 按右鍵 增加什麼 keyframe 那這時候呢 這邊12點兩下 256看看 Enter 這個大小是不是你要 有 它這個其實沒看到變寬 它那個 邊緣 choke 邊線變寬 就會這樣 我去用這個概念來把它組合起來 那現在有兩組變動 一個是剛才大小 這個地上大小 然後這個地上是它的寬度 邊框的寬度的大小變化 有兩組 可以了 解除 紀錄 回到最原始的狀況 撥看看 oh yeah 這就是我要的 對 我告訴你 我是這樣做出來的 一秒裡面 我是這樣做出來的 好 可以存檔 好 記得存在哪邊 要記清楚 好我們存好了 儲存 它這個 檔案是它這個檔案 我們暫時把它拉開 就是這樣子 超級使用者 打開 就不用管 然後我先把這個拿掉好不好 我們重新要做 先把它拿掉了 假設 假設 我這邊抓一個 video下來 放這邊 放這邊 先把它移過來一下 好 我就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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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 各位還記不記得 這個是4秒 幾秒我們不曉得 有個 video是 這麼多秒 還記不記得剛才我們做的那個是1秒 對不對 1秒 那你怎麼樣 讓這個 video 剛好1秒 我們要配合那一個嗎 要配合那一個嗎 對不對 剛才那1秒啊 你等一下做這個東西 最好也是1秒 你怎麼很精準的把它弄到1秒 這我也教過的 這件很細微的 編輯的技巧 我們怎麼樣可以很精準的來把這個東西 1秒呢 1秒呢 各位可以看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很簡單 OK 然後呢 這一個 我們可以看到這一個 因為我 你可以看到全部播放是 全部的播放 1分30秒 1分15 其實你仔細看 到這個地方剛好是1分30秒 因為你這個播 你現在播的是這一個 這一個區域嘛 就是 你現在 這個播的地方是這一個區域 這我教過了 希望你看得懂 一整個 1分30秒 我現在這一個播放頭是39秒 那我怎麼樣可以1秒 很簡單啊 播放頭剛剛拉到40秒 那不就1秒了嗎 40秒 1秒沒看到 他往這邊跳一點點就1秒了 然後跟他咔嚓就好 這一個就1秒了 這個不要了就把他delete掉 點一下delete掉 這樣會了嗎 不然你滑鼠移到這邊來看 有沒有看到 下面有講 下面這個地方 有沒有跟你講1秒 很精準的 011秒 就會是這樣子 我們這邊有一個1秒的東東 你可以看一下 好 這一個1秒的 1秒的畫面 好 好 那我現在把這1秒的畫面 這裡 這個1秒的畫面 要加入什麼 剛才我們的那一個 做出來的東西 來當作遮罩 好呢 那你點他 濾鏡 加 這個遮罩 這個遮罩 遮罩就是剛才把我們那個東西 這樣子 然後選擇 因為剛才是用這個嘛 用Glashimate做的 選擇他 剛才有沒有做了 開啟 我們以前會按新增做個半天 其實你可以做完 開啟 影片 有沒有這個是不是剛才我們存檔的 直接叫進去 他就他就放進去了 就是他把那個遮罩丟到裡面去了 所以可以播一遍來看 有沒有看到 是不是 那個遮罩就會是這樣子 這樣會了嗎 你還可以看到這樣子 你也可以反轉 反轉剛好看到了跟看不到的剛好點倒過來 對不對 變成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挖掉 變成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挖掉 反正你反轉 看看你要是什麼畫面嗎 我們習慣這樣子 把 把這個畫面直接 慢慢 把它扣充掉 來 看 就看一遍喔 把這個畫面 有沒有 好 就會是這樣子 他會這樣子 那我們如果再把它反轉 我就讓你看一下反轉 倒過來 跑到這邊的時候 我這一個 這個會 存在 其實這個 看起來是個比較好的 我先用一個強烈的視覺的效果 打斷他有沒有 撥撥撥撥撥到這邊 用個強烈的視覺效果打斷他 因為他跟他是很不一樣的視覺效果 然後這個東西再逐漸消失掉 好 那我們就接到另一個畫面了 當然 這個東西看你啦 我只能告訴你 你也可以處理反轉 就會是這樣子 那我們就做完了 就是說 我們先用這個做完 教你怎麼做 然後再把 那個 抓進來 使用他 但這一次使用是 在他用濾鏡裡面的 遮罩功能 用濾鏡裡面的遮罩功能 你點他 濾鏡有沒有 然後你記得是用開啟 把做好的檔案 叫進來 那其實也就是 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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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麼簡單 再看看要不要使用 使用反轉而已 然後再過來怎麼樣 很精準的取一秒 這個概念 我也跟你講 你可以在這個地方處理 在這個地方處理 這裡就是播放頭的位置 這邊是整個整個檔案的位置 所以你可以 你可以 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基本上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好那我們講到這邊 謝謝各位